因为这种供业的 你一年这些 因为供业杀生的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画个圈的话 画个图的话 那它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怎么办呢 这种供业 供业的课程 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不详细讲了 可以通过供修的方法来解决 可以通过我们法会供修的方法 法会提供的这种福田 把你这一年内 所有解的圆都转化成佛圆 把恶圆杀业 转化成佛业 靠供养的力量 靠准提咒 供修的力量 我们每年都念几个亿的准提咒 靠这个佛力量 是靠佛的力量 而不是靠每个修行 人修行的好坏的力量 我们是靠佛的力量 我们是靠佛的力量 把你这一年解缘的 不管的好的缘起还是杀业的缘起 都靠佛力把它转成佛缘 如果你不转成佛缘 那就是你的冤金债主啊 老北京所说的 你后边跟着一大串牛羊啊 你天天吃涮羊肉牛肉啊 如果你说你只吃素 那你后边跟着一大串骂张啊 那你没有佛力转这些 把这些缘分转了 那你就是恶业 那你第二年 你又背着这个恶业 再造新业 就让无数的循环 让我们恶业也越来越重 你杀他 他杀你啊 身体啊 生病啊 短命啊 发生那个意外 这都是啊 杀生的原因啊 金石眼 高老师的眼睛不好 肝脏有病啊 这是杀的习气啊 但是一个人身上啊 也会展现出来 你看现在这世界上 眼睛进去的人多少啊 是吧 所以说只有我们用 共修的力量 佛的力量 把它转化成佛业 而不是靠个人的力量 所以我们的一个大静观呢 非常具有这个历史意义 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可以说是能够解决 佛教的问题啊 能够解决佛教发展的问题 但这些太大了 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啊 啊 那也是很深入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的大静观是 对佛教的发展 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能坚持 大静观的理念 是在推动中国佛教 或者中国佛教的发展 不然的话 佛教你就会被伊斯兰灭了 被别的这个宗派灭了 啊 会被国家灭了 就不叫灭了 自取灭亡 你不做贡献 你不强大啊 你在这个生活链中 你是站不住啊 你操作不出去啊 只要你开口吃饭 你就是生活链中 你就是社会中的人 除非大家都不吃饭 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静观啊 就是非常意义 这些大的作用 我们先不说 我们说都对个人的意义啊 个人的意义 我们就个人的意义来讲啊 就这样的话 这一年内的所有的啊 一年内的业力 都因为你参加大静观法会 你的修行 你的功德啊 以及我们共修回向 把你一年解的所有的缘啊 都变成佛缘 让他们都能往上极乐世界 让他们呢 都能到三山道之后呢 基督佛法修行 让他们呢 都能成为啊 你成佛之后 你度化的众生啊 要不你成佛之后 你没什么可度化的 你不跟人接触啊 如果你接触一百个人 度化一百个人啊 如果你接触一万个人 你度化一万个人 啊 所以说这呢 就能让我们啊 更愿意去接触更多的人 任何一个生命啊 在这一年里 跟我们解缘都变成佛缘了 超越了善 超越了恶 超越了善恶 超越了忏悔 超越了静观 叫大静观 这个法会是非常殊胜的啊 是会让我们背着那些 那些杀业的包袱 那些不善业的包袱 让大静观给你放下 让你身心清静的 进行另一年的工作 生活和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